大家好,我是明显地道的福建人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蛋挞 今天分享特别简单的蛋挞作画 首先准备网上购买的蛋挞皮牛奶鸡蛋 其实蛋挞早在中世纪就有了 英国人一例用奶瓶糖蛋挤不同香料 制作类似蛋挞的食品英文叫Castatound 首先网中打入两个鸡蛋 哈哈,不小心把鸡蛋壳也打进去了 倒入20克白糖不喜欢吃甜的扫饭点 先用打蛋器稍微的搅拌一下 然后倒入200克的纯牛奶 现在可以省时针一直搅拌 叫女儿一起帮忙斜着做 让它搅拌蛋液,我把蛋挞皮摆在烤盘上 把它整齐的摆好 把蛋液搅拌至和牛奶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把蛋液倒入蛋挞皮里 七八分满即可 想要更细腻的口感可以够一下气筛 我不想洗筛子,所以不想过滤 现在全部倒好了 为了给孩子做蛋挞吃 我特意去网上买了一个便宜的烤箱 只要299元 把蛋挞放进烤箱里 上下火220度烤20分钟 这是10分钟的样子 这是20分钟的样子 香气扑鼻的 烤的刚刚好上面有一点点焦 简单又美味的蛋挞烤好了 皮是酥脆的里面非常的嫩 有浓浓的奶香味 味道不比美的差 喜欢吃蛋挞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孩子们闻到香味就赶来了 够不激烈的吃了起来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